最近什么电视剧最好看 有的朋友喜欢上了羊羊主演的消防题材剧《我的人间烟火》 看羊羊化身勇敢的消防战士冲入火场 还有人迷恋上了肖战 人命又爱又虐的仙侠剧《玉谷遥》 也有喜欢人重回校园时代 看郭金飞 人命的校园剧《追光的日子》 看郭金飞是如何同学生们打开心扉 但最近也有不少人 喜欢上张一山 关小童星最少年 演绎疫情青春孩子的成长历程 以及面对人生道路如何抉择 小编一口气连刷了五集 这部剧倒确实好看 尤其是开篇《知蘑菇中毒》 秦川张一山是被入室抢劫 开剧第一集各种戏剧冲突 成功吸引到了观众 如果这么多的剧目你还不满意 那么再给你推一部王炸吧 长相思最近长相思也迎来了叮当 当小编第一眼看到长相思的宣传海报 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目前还没有见过全是大红袍的宣传海报 尤其是杨子就像从画里面走出来的女王大人 简直不敢相信 这还是哪个沉香如蟹中的言道吗 就单单是这次杨子的颜值 小编给他打个9.9分 不过分吧 如果张一山适合演鱼醉这样的犯罪片 那么杨子绝对适合演古装 相信有不少朋友看过青银质 沉香如蟹 沉香重华 湘密沉沉静如霜 这些古装剧 杨子的古装装饱绝对够美 剧情该剧是根据同华的原著小说 长相思改编而来 并且故事中聚集了 人 神 妖三个种族 并且三个种族神身存在一起 而且故事还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其中分别我神农 轩延 高兴三个国家 我们的女一号杨子上映高兴黄金九阳 小妖 她被流落以大荒历经百年颠沛之苦 不但失去了容颜 同时也失去了身份 流落在井水镇成为了无处可去 无人可依 无力资宝的闻小六 闻小六意外救了垂危的清宗公子屠山镜 朝夕相处中爱人倾诉健身 闻小六又与九头腰相扭不打不相识 惺惺相惜结为之计 闻小六和枪玄相见不相识 几经波折才终与枪玄相认 恢复王继身份 光是看剧情就知道这次看点足 再加上还有杨子 张婉逸的加持同心出道的杨子 本身就备受大家关注 尤其是沉香如蝎广播后 大家早就对他的新剧期待已久 还有张婉逸说到他不少人肯定还有点陌生 但说到他出演的电视剧 相信你肯定看到乔家儿女 他在里面扮演白羽的弟弟乔爱强 还有在学习年代里面拿到了重要角色陈延年 多说一句相信杨子和张婉逸 肯定会给大家带来经常的影视表演